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就都會有一點點喪心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遺憾呢 還有很多於比賽的幕後的花絮 今天為您一一的剖析 首先為您邀請到第一位特別來賓 是體育記者賴玉銘 你好 美人姐好 四聰哥都穿運動服了 大家好 還有青皇 你好 另外在我的商務艙的座位是 資深體育主播 前定遠 前主播 還有一位是體育評論員 許維智先生 美人姐好 昨天好想贏韓國 怎麼辦 對啊 可是最玉竹的第八局 我們還是出現了同樣的問題 在守備的失誤上面 讓可能翻盤的形勢 因此就錯失了機會 我相信有很多人在那一局 都會覺得心情的起伏 像坐過山車 坐雲霄飛車是一樣的 但是你只能說中華隊 在這次的比賽當中 投手群的表現真的非常的出色 不管是第一站的李彥青 第二站的陳明如 或者是昨天的先發投手 連安可都投得很棒 後援投手也很棒 但是呢 投手跟防守是短期錦標賽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兩個環節 我們投手做好了 但是我們的防守 卻是一直出問題 對法國隊 那個那個空中的飛球 怎麼會沒有接到 讓人很納悶 昨天最後的關鍵時刻第八局 陳崇廷被牽制出局 累間的跑壘失誤 失誤失誤 沒有任何的藉口 因為主場是在天幕 你沒有任何的藉口說 你對場地有什麼不熟悉的地方 但是失誤造成了我們在最後的關頭 輸掉了這場比賽 也只能以第四名晉級到下一輪 贏的是冠軍的 贏的是分組第一晉級的 所以是天差地遠的差距 我相信在昨天 會有很多的人 在整個過程當中看完之後 整個晚上睡不好覺的 你知道昨天所有的新聞台 的收視率全掛 因為大家全部關注的是這個比賽 當然 你最喜歡對心瓜還是哪一隻 我們第一天輸給法國隊 大家對心瓜 法國隊我們王政堂的一個 在近十五 那麼在守備 剛剛前所講到那個第八局下半 一三雷有人 一人出局 有總共十種得分方式 安達 高飛犀牲達 投手抱頭 補翼 野手選擇 牽制輸 一大堆有十種 我們也是看了這麼多年 從小打棒到最後 第一次看到被左投手牽制在三雷 當然後來我們問了 也就教練講說 左投手牽制三雷 他要回轉 他要回生 要牽制三雷 就跟我們右投手要牽制一雷 一樣的道理 但是這個狀況很特殊 因為第一個 觀眾那麼多 我們那個陳聰廷可能太興奮 我們這投打手來講 投手表現不差 林安可前面五 右 三分這局 投9K 他真的投得很好 問題點是我們的球員 我們的球員 包括兩次的帳面上失誤 還有隱形失誤 我們那個手臂跟跑壘 是棒球裡面最細膩的部分 我跟各位講一下 棒球不是打死而已 棒球能夠展現實力 就是手臂跟跑壘 我們跑壘 說實在 那就是牽制出的跑壘 再加上 包括一雷手的一個失誤 沒有啦 手臂真的是有瑕疵 有瑕疵 這個我們要持平的講 對不對 手臂為什麼有瑕疵 你知道我跟別人講 我們這麼多年來 我們對國手臂不能苛責 沒有人想要輸 但是苦練苦練 如果苦練之後 比如說落空打鼓地球 飛球你都接不好 但是我已經很認真在練了 表示你的練習的機制有問題 而且這個就是有狀況 才會出現低級失誤 好啦 我們講點興奮的好了 好不好 棒球你還要講嗎 不要了 我們講點這個體操翻滾 得牌的好不好 金牌 是啊 沒有錯 其實剛剛昨天我們傳出了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在競技體操上面 我們是靠著李志凱 他拿下了一面金牌 那這有多難得呢 其實中華隊在世代運以來 已經12年沒有拿過這張金牌了 上一次拿的金牌是2005年的黃醫學 他在跳馬這個項目拿下金牌 那我今天要特別介紹的是說 其實李志凱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小朋友 怎麼說呢 因為他過去的時候 他就是跟阿信教練 靈域姓 就是那個翻滾板 一直翻的那個 他們就是一直在訓練 他們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是有得到了奧運殿堂的資格 那時候我們也是去採訪他 大概去年吧 前一個月吧 大概是去年的六月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他也覺得很開心 很自信 他自己可以得到這樣一個機會 但真的是折磨人 他後來就是骨折了 前一個月 所以他後來在奧運殿堂 他是放棄了這個全能賽 他是專攻他的拿手 就是安瑪的部分 其他安瑪的部分 他的安瑪特色在哪邊呢 他的安瑪特色 就是一個湯瑪斯迴旋 湯瑪斯迴旋 簡單來說就是你一看到 示範一下 沒有辦法 肚子可能就沒有辦法 會卡住 那個湯瑪斯迴旋 就類似街舞 在地板上迴旋 他其實在體操上 他是一個地板動作 但李志凱 他發揮在安瑪上面 他的動作 他其實80%到90%都是湯瑪斯 也因為這個動作 他就是有一個優勢 但當時在奧運殿堂 他其實落馬的時候 比較沒有這麼的順利 他昨天的比賽 其實他整個湯瑪斯的呈現動作 跟他最後一刻落下來的時候 其實都是完美的 扣分非常的少 天啊 真美 其實可以看得到 他的表現是非常好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 他的金牌其實是十拿九穩 所以他下來的時候 他高舉雙手 這金牌就是我的了 所以我覺得 陳真下來看到 其實他是滿感動的 從奧運到現在這樣子 他是一個滿感動的 而且為了訓練他那個 不要這個 心理因素抗壓力 還逼他在百貨公司 表演給大家看 對啊 沒有錯 其實他那時候他有說 他其實是一個很容易 沒有自信的小朋友 他從小時候 我們在翻滾馬南海 看到他的紀錄片 他就是一個很愛哭 什麼都要哭 然後教練剛好說 你要不要帶你出來了 他不要帶他去比賽了 他其實小時候很愛哭 所以導致他在大賽的時候 他其實容易緊張 他會沒有辦法克服自己的壓力 所以他自己說 他常常 他是還沒有到百貨公司 但他有時候他要去 他就在主訓中心 可能在公開的場合 突然日籍教練 冰田教練就說 現在就馬上來一段這樣子 可能類似一些簡單的表演之類 他就是藉此想要訓練一下 他自己的自信心 搞不好哭是他紓壓的方式 對不對 不要阻止他哭 好不好 另外一個問一下青黃 我們這個郭信淳好感人 沒有錯 這次世大運裡面 讓人家覺得很振奮的 就是郭信淳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晚上我也有看 他第一舉其實就是怎麼樣 他第一舉停舉的時候 其實在賭定 他一定可以得到金牌了 然後第二舉的時候 他舉到136公斤是幹嘛 挑戰世大運的紀錄 結果也破世大運的紀錄 第三舉的時候 舉到142公斤的時候 是挑戰世界紀錄 所以當他第三舉 舉成功的時候 大家都很高興 尤其是什麼 郭信淳自己還說 這是國人幫他舉起來的 這句話聽了之後 大家覺得更感動了 你知道嗎 當然郭信淳在這場比賽裡面 金牌的獎金是90萬 然後破紀錄的獎金是100萬 所以他總共可以拿到190萬的獎金 可是在你看到他很風光的背後 郭信淳其實一路走來 沒有像你想的這麼順遂 對 我看他說小時候很窮苦 對 因為他小時候遇到一個狀況 因為他是單親家庭 所以他媽媽要帶他 那他小時候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家的房子被法拍 被法拍所以整個家庭怎麼樣 連夜搬到公寮去住 搬到公寮去住 你可以想像那個環境 當然就不是很好 很辛苦 他說他搬去那邊的時候 一度怎麼樣 吃飯的錢還要跟學校教練借 因為沒錢吃飯 然後整個家裡只有一張桌子而已 所以沒有桌子 然後就變成說 他常常寫功課的時候要趴在地上 是那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但是他即便這樣 他成績還是很好 他還是在學校常常是學校前三名 所以你就會想說 你既然成績很好 就一路就是念書念上去就好 為什麼會走進體育這條路 所以他的教練就有幫他講 他為什麼會走體育這條路 是因為他到學校去 會有早餐可以吃 會有牛奶可以喝 所以他說他面對到的就是一個 家境不太好 然後幫自己幫家裡減少壓力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曾經講了一個 郭信淳不愛喝熱湯的故事 為什麼郭信淳不愛喝熱湯 他自己怎麼說 他說因為小時候家裡窮 所以他常常放學回去的時候 僅有的錢 就是買了三碗肉燥飯 然後跟一碗供完湯回去 那就是他妹妹外婆這樣吃 可是你知道三碗肉燥飯 但是供完湯只有一碗 那供完湯裡面只有兩顆供完 兩顆供完誰吃 外婆吃一顆 妹妹吃一顆 他只能喝熱湯 他說這樣每天喝熱湯 你就算是一般人也會喝到膩啊 所以他說他自己不太喜歡喝熱湯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他小時候家境的狀況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要呼籲 所有賣滷肉飯跟供完湯的 如果這人是買三碗滷肉飯 請你給他三顆供完 然後最重要的是說 郭信淳其實他走進這個舉重 其實也是一個偶然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是練什麼你知道嗎 他本來是練田徑 他腳力很好 那他自己怎麼形容 他說為什麼他會練田徑你知道嗎 他說因為他家住在公寮很偏僻啊 很偏僻很危險 所以他就騎腳踏車 趕快很迅速的速度要跑回家裡面去 要騎腳踏車回去 所以他說他的腳力 可能就是要練出來的 那練出來之後 後來怎麼樣 有一場意外 就是說在全中運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裡面 教練幫他報了好幾個項目 那幫他報接力賽 也幫他報了舉重 那接力賽的項目裡面 他是第一棒 結果交給第二棒的時候掉棒 掉棒就全隊就失去資格了 全隊失去資格 郭信淳形容說 那一天他真的很難過 可是隔天他都沒有準備 然後隔天去幹嘛去練舉重比賽 他竟然得到金牌 所以教練覺得說 他有那個潛力 所以教練就輔導 他就是往練舉重的方向去走 所以你才會看到就是說 後來郭信淳往舉重的方向去 那往舉重方向去 他其實說他一路都練得很辛苦 常練到這個手都皮開肉戰這個樣子 但是他還是怎麼樣 還是很努力的練習 所以你看他後來 是不是拿到很多金牌 那拿到金牌跟獎金的過程 你知道他是幹嘛嗎 獎金是給家宇補貼家用用的 然後他自己 他說他的金牌常常是 就是他妹妹最喜歡的玩具 那所以這樣一路上去 郭信淳其實還很懂得怎麼樣 懂得這叫做回饋 你知道他名字 為什麼叫信淳兩個字嗎 信淳兩個字 是因為他小時候是早產的 期待繞警 所以他在那個聖母醫院的時候 是醫護這樣細心看護下 他才存活下來 就是信淳的小孩 對 信淳的小孩 所以他後來 在去年的奧運拿到獎金之後 他就捐了一副救護車 所以問一下這個為止 就是因為我聽過 我看過一本書叫做姥姥的話 是 他講說 他孫女就說 我做很多善事這樣子 結果姥姥就說 孩子 你那不叫做善事 你那個也不叫做功德 頂多是基點福德 為什麼 你有一鍋飯分給人家吃 人家幫你吃 對不對 你今天要做善事 就是你只有一碗飯 你還分半碗給人家 對 這就是只有一碗飯 還分半碗給人家 就剛剛美恩姐講的精神 健康孩子出身就有感恩的心 他不僅捐錢給他的學弟學妹 當獎學金 剛剛講的救護車 給澎湖的惠民醫院 還有他自己製套腰包 他去年跟他臨近兩家 這兩家實在很配合 去年他的禮樂奧運 他得銅牌 他是有點失策 所以他們兩個痛聽失痛 我們說運動也有分技術跟體能 叫做mechanic跟lomato 郭慶淳他的 郭慶淳的一個心理層面非常好 我這邊地主 天時 地利又人和 我是被他破世界紀錄的 他在去年的時候 里約有點失利了 他今年度的叫做亞洲杯舉重賽 他就拿到了抓舉跟挺舉 抓舉241公斤 超越去年蘇甘亞的240公斤 那個金牌 所以他今年的技術面很好 3月份的青年杯 就是四大運的測試賽 他也不錯 所以技術面都已經夠了 剛剛提到他有一個人美 心也美 那麼他自己 我跟你講 我們看到郭慶淳 他還自己把獎金去年500萬 他500萬他改成月齡 但是他自己又提醒他多年來 他已經超過50面的一個獎牌 他把他的獎金500分給他的 技術教練 啟蒙教練 還有體能教練 我到現在為止 我沒有看到的運動員 可能有 教授 而且他願意把自己的獎金捐出來 我覺得這是我們政府要做的 另外郭慶淳在他的技術面來講 他拿到這個所謂的停舉了 200 142公斤 總共破了這個所謂的 這個世界紀錄 他才59公斤幾 他比那 他比58公斤 他比那個60幾公斤幾 還重 還重啊 那麼他個人來講 這心理層面 我覺得很佩服 他竟然能夠自己 那麼辛苦的情況之下 他還能夠自己也給別人 所以剛剛說提到 每天姐提 那個運動員的心理狀況來講 我覺得他已經達到非常成熟 而且他在講話的時候 都要顧及到別人 這運動員 我說 未來這個人 真的是適合當我們一個典範 應該把他做一個 教科書的教材 而且他其實要控制體重 是很辛苦的 因為他這個舉重就是 你是脊弓器就是什麼等級 對不對 這個是另外一個張念心 另外就是賠許竹競陪練 20歲 張念心誇張就是 其實他得銅牌已經 是用感情 用性命去討 因為他的右手已經施裂傷了 超實裂傷 他這麼多年下來 他陪許竹競陪 許竹競陪那一天 因為許竹競爛到胸 在現場 他說 我也是為了這些 我們的全國民眾而舉的 他自己的體重 本來大概就是 58跟63 東肩在猶豫 因為體重不夠 不夠總共是 各位 你看這個手板裡面 你看一下 大家看他右手 手離開了 不好意思 這個爪已經滴去 這個已經右手到這種地步 還有爪 還有停 你想想看 我們說你女婦人生孩子很嚴重 嚴重 看我們俠羅人 我們台灣人聽不懂 嚴重就是很拚 很拚手之主 所以佩服江戀欣 這個未來之心 我這時候她拿銅牌 她不要哭泣 她的精神其實已經超越到金牌了 所以我覺得說 舉重的女孩子 真的 我們覺得很佩服她們 所以真的這次的 一個非常特別的 我們以前都不知道有這個運動 對不起很多人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她沒有列入奧運的 她不是搖奧運 這是選辦 對不對 所以這個 華倫溜兵 金牌 沒有錯 其實可以看到這三天 國人都很好奇說 到底是什麼樣的運動賽事 一直在拿金牌 過往我們可能 跆拳道 射箭我們可能都比較熟悉 但這個華倫溜兵 其實它過去 它並非是正式的搖奧運項目 它在2010年的時候 是正式納入了這個 廣州亞運的部分 當時是拿下了四金四銀 還有一銅的成績 其實我們我國的政府 在民國95年的時候就開始發展 就是投入這個亞奧運的賽事 就是這項 這個運動要投入亞奧運的項目 可以看到這一次 貨牌的拳手 像是我們看到 一萬公尺的世界紀錄保持人 楊和珍 他其實他表現 其實被預估就是說 這一次就是座而望一的實力 但也可以看到他在 不管是那個 一萬公尺公尺賽 他都是拿到了金牌 而且像剛才大概有講到就是說 郭姓淳 他捐了救護車給醫院 其實楊和珍他有說 他這次拿到了270萬的獎金 他是要捐給他的母校大灣國小 很簡單 他就是希望這項運動 可以從小時候就扎根起來 而且可以看到 大家應該常看到這一次 可是為什麼我們整個社會要一直 鼓勵選手捐錢 我覺得 他們好不容易努力了 對不對 可能就是說他們可能看到 他們當然我們希望政府可以介入 這是最好 但這些選手從小時候 不管是郭姓淳還是楊和珍 不是我的意思說 他們已經捐了這些項目 表示他認為這個是 他認為他自己很想要貢獻的地方 可是這一定不夠 是不是看到說這些學校 他們母校很需要經費的話 是不是政府也要給他看到 他們至少拋磚了 對不對 當然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拋磚引力的感覺 因為其實他們自己出來 做這樣的事情 也是讓希望 我都已經做這樣的事情 希望喚起各方人士的一個想法 其實可以看到這幾天 還有一個特別就是說 一直在拿銀牌的 就是柯福軒 柯福軒他一直在拿銀牌 為什麼 有人說 因為他就是扮演一個破風輔助的角色 什麼叫破風 其實華倫溜冰需要的是團隊合作 你要拿金牌 你必須要有人在幫你做cover 我們講說就是掩護 破風這個角色 就是柯福軒在這一次賽事當中 他重要的角色 他要負責幫陳彥晨 去在這個比賽當中 去能夠阻止他 減少他可以 風力的部分 能讓他儘快的 通到前面去 拿到最快的秒數 所以可以看到他跟陳彥晨的合作 其實都是完美的 他也在比賽當中 所以破風那個人承受 是最多的風阻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其實可以看到 在這個華倫溜冰 男子一萬公尺 其實看到柯福軒 他每一次都是拿到銀牌 他說法有說 沒有 我的就是來輔助的 我得來倒三缸 我不是來拿金牌 願意成就別人對不對 沒錯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 我覺得他是這一次 華倫溜冰的無名英雄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的是 明年2018年的亞加達亞運 到時候中華隊可以在這個項目 再拿到更多的金牌 也有可能再創下更好的紀錄 兩種船啊 船啊 快一點 為什麼 我看不清楚 我站起來看一下好不好 果然是 你看 真的耶 視野比較好 你要不要一起站起來看 很好練 站起來看 站起來看 可以坐這裡嗎 可以坐這裡 你坐給我看 可以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 坐在上面OK啊 真的耶 這個椅子可以乘重150公斤 沒了 我們現在坐的椅子 這個椅子是NBA等級 你現在坐的是NBA等級的椅子 你有沒有看後面的標誌 所以你現在可以抱青黃對不對 來150嘛 來 青黃過來 我抱他 他抱我才對吧 150啊 你好歹也叫個女生來抱 你叫男生來抱他 他想抱美人兒 兩個站上去 下來下來 這是台灣之光 MIT的 這跟世大運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個椅子就是世大運這一次的 指定的坐椅之一 你知道嗎 事實上這是百分之百 都是MIT 台灣坐的 對 它是一家公司 叫金桃園的公司 你看 董事長叫林美全 他這個為什麼 他這個墊子好Firm 為什麼很厲害 很好坐 Firm 為什麼很厲害 主要就是說因為這個墊子 當然這個坐墊 台灣本來在塑化產業 就非常厲害 所以他研發出這個坐墊 是非常軟的 再來說他比較特別是這個 我們看到他這個椅架 為什麼可以承受那麼高 因為你看他是一個X型的 特殊的鋼股架構 這個是他們的專利 他們有這個自己本身的專利 然後透過60道工序 把這打造得更加嚴重 那這個怎麼收起來 怎麼收起來 就一般的椅子這樣收起來 對啊 只能收成這樣子 可以收起來 只是說現在不好 我們現在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用這樣子的狀況 那這其實 現在台灣可以買得到 台灣這一張椅子要6千塊左右 那其實不只NBA 不只NBA用 大聯盟也在用 那這次的世大運的話 其實展現出非常多素 屬於台灣的工藝 這個就是台灣工藝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一次在世大運的話 很多都用這種 所謂的鳳凰帳 這種臨時的帳篷 鳳凰帳出現 那這個鳳凰帳 其實也是台灣另外一個公司 叫梅鳳他做的 但是做的是用什麼 因為他這比較特別的是 他裡面的鋁質的骨架 他是從德國進口 這個德國進口的話 其實國內很少在用這種 德國進口的東西 這個可以承受 因為我們知道 他很多都架在這個 林口的選手村附近 林口一箱就是風很大 最近澳門好多這種房子都被 最近澳門才颱風 掀起來 這個其實他可以承受 大概中度颱風 14級風以下 為什麼需要這個帳子 當然需要 臨時的 譬如說裡面的工作人員 或是說很多東西都需要 那有空調嗎 裡面沒有空調 但是他可以 其實帳篷裡面可以通風 通得非常好 這其實也都是台灣製造 所以這一次的這個世大運裡面 有用了非常多 屬於台灣本身的產品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記得說聖火鋸 聖火鋸那個聖火火把 也都是幾乎都是台灣百分之百 台灣製造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一次的世大運 不只是台灣運動員 我剛剛台灣的廠商也很露臉 台灣廠商在這次 也是非常非常露臉的一個狀況 而且這個 這樣的椅子 他一年可以賣兩個億 對啊 沒錯 他現在整個營收的話 大概是兩億左右 你看他NBA的這個出貨 大概佔他整個年度的15% 還有大聯盟也佔他整個出貨60% 所以你看 連大聯盟NBA都在用的椅子的話 台灣的世大運 當然也要讓他現身才是 是是 我那個歌唱節目比賽以後 應該換這個椅子 多舒服 但是成本比較貴 一顆6千塊 謝謝 你可以坐 因為這是什麼 這是歐巴馬 我們看到歐巴馬總統 他出去的時候常常坐這個椅子 還有像Beyonce 他到這個Houston去看這個主場比賽的時候 他也坐這個椅子 所以這個是歐巴馬跟Beyonce 天王天后等級的椅子 這個是他坐過的 這個不是他坐過的 他坐過沒在這個地方 OK 但是以後可以說這是美人坐過的 謝謝 謝謝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兒回來 好 在我們節目的名嘴裡面 黃世聰是最關心北韓女孩子的 OK 所以這次有關於北韓的選手 你也有很大的觀察 而且很細微 是 沒錯 事實上也不只我觀察很細微 很多觀眾朋友都觀察很細微 我們知道郭信淳那天舉重得到金牌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說銀牌選手 其實因為敗給郭信淳 他非常不開心 另外一個銅牌的這個選手 事實上他是北韓的選手 叫金中心 大家看到說其實他的表情 好像是哭了出來的一樣的感覺 為什麼會這樣 事實上很多人在看著這個比賽 就發現他說 哪一個 金中心 左邊那個 你看 人家就說第一次覺得說 競技場上這麼的殘忍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對北韓很多運動員來說 他們舉的不是重而已 他們舉的是他們的人身 因為他是這一次的話 事實上他是到目前為止 少數沒有拿到金銀牌的北韓選手之一 尤其是在舉重項目 所以他回去的話搞不好 會有怎麼樣的待遇 我們是不知道 事實上這一次拿到金牌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言論哲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北韓選手 這個北韓選手 他在這一次的世大運拿到金牌之後 事實上他在去年的奧運的時候 他拿到銀牌 他拿到銀牌的時候 你知道他當下第一句話是說 我對不起北韓人民 我沒辦法再成為北韓的民族英雄 他那時候這樣講 所以你知道每一個北韓選手 其實承載的都是這樣子 這麼大的壓力 請問你他如果拿到金牌回去 是有可以分配大樓 還是可以做大樓 當然我們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1999年的時候 他們1999年的時候 這個北韓 鄭成玉 對在這個世界田徑錦標賽 拿到這個金牌 結果你知道他回去的時候 百萬人歡迎他 不只是說北韓街道 他坐在這個禮車上面遊行 他北韓還用個Stadium 也就是說有個體育場 滿滿都是人 然後他在那邊繞場一周 英雄式的歡迎 送賓士車 賓士車 Omega 還有200平方公尺的暖氣房 那變成是共和國英雄 人民英雄這樣的待遇 你知道嗎 事實上就人家說 就北韓的這些所謂 拿到金牌回去 他們有一個特殊的待遇 就是他們可以去北韓開計程車 你再講一遍 北韓開計程車 你再講一遍 北韓開計程車 為什麼這樣說 在台灣好像開計程車不怎麼樣 但是在北韓 你能夠開到計程車是非常好 因為北韓觀光客其實不多 其實他們的這個 等於是一個穩定的資源 那個牌照是限定的 限定 所以你可以拿到這個 是不簡單 你要民族英雄 共和國英雄 才可以開計程車 而且成為國家的門面 對啊 所以你看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 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李約奧運金牌 得手叫林振興 你看 他那時候拿到金牌的時候 他第一句要講說 我要取得好成金 讓金振恩開心 我死也要堅持訓練 我死也要堅持訓練 這份訓練 然後這份訓練 幫助自己忘記通常 對 你就知道說 這個是他們為什麼 不能夠輸的原因 因為回去的話 可能你的人生完全不一樣 但是輸的話 其實真的下場就不怎麼樣 因為根據日本媒體 曾經報導過 2010年的時候 那時候北韓不去參加 世界盃足球賽嗎 結果那一次很好笑 因為他們不但三場全輸 而且他們在一場比賽中間 北韓首度直播 就是北韓對葡萄牙那一場比賽 就0比7慘敗 0比7慘敗之後 回去的時候 他們那個總教練金正勳 他們總教練跟整個團隊回去的時候 聽說在他們的金智成的綜合大學面前 在600個學生 在400個學生面前 被批鬥了6個小時 然後那個總教練金正勳 馬上就被發佩勞改 然後那一天表現不好的選手 全部都是被發佩勞改 或是去挖礦去了 所以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國情不同 而且這個政治體制不同 所以共產主義的國家 一切都為人民服務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我說去年 我一個去年還前年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大陸那個游泳選手 我可是花了洪荒之力 復原會 復原會 我覺得那太可愛了 而且那個完全打破 以前大陸選手出來的時候 也是要這種 為國家人民服務的那種感覺 這個牛肉太可愛了 其實剛才講到的是北韓的部分 但是我現在要來介紹的是 南韓在訓練跆拳道的部分 大家也知道說 其實韓國 南韓的跆拳道 是非常的強的 他們是怎麼訓練的 來看到 看到我這張圖卡 他這邊 這個不是職業軍人 這也不是海軍陸戰隊 這個是他們跆拳道的隊員 在跟著軍隊一起訓練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 不是專業什麼特戰部隊 或者說什麼海龍部隊 不是 它是跆拳道的隊員 他們在雪地裡面練什麼 他們要訓練他們 能夠把體力練起來 所以他們就是在雪地裡面 把衣服脫光光 在那邊去練他們的耐久力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樣方式 跪在這邊 然後不斷的喊聲 喊聲 喊聲 就像今天 其實可以看到 韓國對不止這個訓練很變態 我們講到他們的射箭 超強 每一年的射箭 我們在那邊現場看到都說 他們幾乎可以不動的 他們射箭是這樣 可以 我覺得連呼吸都沒有了 我後來發現 他們怎麼訓練的 聽說他們 就是會在他們拉弓的時候 突然在後面嚇你 你不能動 你不能動 甚至因為韓國也是一個很瘋棒球的國家 他把這些射箭隊員 在奧運之前 搬到這個 全場都是滿滿球迷的那個棒球場 在加油聲當中 要練習射箭 而且要射十分 他們從小就是這樣的訓練 所以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奧運 練習那個專注力 對 沒有錯 在奧運的賽場上 或是每個賽場上 南韓隊只要一出來 不管是跆拳還是射箭 基本上都是作惡忘疑 而且甚至有句話是說 只要南韓隊的隊員 可以在國內 在射箭 或是跆拳 拿到參賽資格 基本上在國際上 基本上就是一個獎牌的到來了 OK 這麼穩 對 基本上就是這樣 七皇 體操還有 講到體操我們就會講到俄羅斯 尤其這次世大運裡面 大家會注意到俄羅斯來的很多 所謂的那個韻律體操的正妹 那韻律體操在中文其實叫藝術體操 那俄羅斯在體操項目其實是很有名 尤其是在韻律體操 因為韻律體操跟我們前面講的 那種競技體操其實不太一樣 很美感 對 它是美 再加上這個體操結合 所以你看選手會拿彩帶 類似這樣的器具 然後在那個場上做表演 做比賽 所以俄羅斯的體操很出名 但後面我們一定要看說 到底為什麼俄羅斯的韻律體操 會這麼有名 那她的背後有一個 穿著Prada的女魔頭 叫做伊琳娜維娜 這個伊琳娜維娜是怎麼樣 她其實本前身是什麼 她是烏茲別克的 也是韻律體操的冠軍 而且她拿過三屆 那麼她現在是俄羅斯的 這個韻律體操的國家主 那個等於是俄羅斯的 這個協會的主席 然後同時也是 他們的韻律體操的總教練 那她有一個很有錢的老公 作為她資金的後盾 所以俄羅斯的韻律體操 不缺資金 然後缺的是什麼 就是要給他們 這所謂很詳盡的訓練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這個伊琳娜維娜 本身就是這個 韻律體操選手出身 而且也拿過冠軍 所以她很知道 要怎麼去訓練 特別是什麼 這個隊員裡面 對她又愛又怕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為什麼對她又愛又怕 那是因為她要求很嚴格 要求怎麼樣很嚴格 她幾乎是讓你從早練到晚 而且最難的在哪裡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說 韻律體操是美的結合 所以她管道就是說 你的姿勢要怎麼擺 要怎麼下腰 然後指尖要怎麼樣比出去 每個動作她都有 她每個細節的要求 那一要求你知道 有對一些選手來說 那個下腰的姿勢 我就是還不習慣 所以練的時候 其實很辛苦 那有選手就是說 練下來常常是全身都很痠痛 可是她又她怎麼樣 這個伊琳娜她就要求 你一定要做到 你如果沒有做到的話她就會罵你 而且伊琳娜認為說 沒有什麼是最完美的體操選手 她認為當你心裡有存在 就是最完美的體操選手 這個標準的時候 那你就不會進步了 所以她會認為說 你這選手她通常都是怎麼樣 對她們用最嚴格的標準去檢視她 那也就是因為伊琳娜這樣子的 要求之下 才會造就你現在看到俄羅斯 這個很棒的一個 玉璃體操的這些選手 而且她講了這個 其實這個教練是 是有點本事的 她說我70%的工作 不再糾正他們的動作 我都在做心理工作 對 很重要 對不對 心理素質 她說呢 艱苦的訓練跟動作的編排出色 都無法代替心理素質的 強大的這個工作 她努力的講解 親身的示範 用心去做每一個動作 要帶領她的選手 進入一個特定的時空 一旦進入那個時空 你已經不受時間的控制 你不用去擔心任何的技術問題 因為平常都練好了 你要最後是如何讓你的心 跟你的動作肢體能夠做完美的這個結合 對不對 這太厲害了 我覺得這講的真的是 不誇張 那就是那個境界 對 所以她 你說魔頭 沒有魔頭做到這種境界嗎 對不對 我覺得不容易 真的 中國的跳水隊也很厲害 可是因為這個 就沒有來嗎 跳水跟桌球 基本上就是 在大型的運動會當中 中國大陸的排庫 他們拿獎牌的排庫 那在88年跟92年 拿過三面金牌的 那時候叫跳水女王的高明 我在92年跑奧運會的時候 還因為她 我還專程去看了她的跳水 她的跳水真的是 讓人嘆為觀止 當然後來有郭晶晶 郭晶晶也嫁得很棒 現在小日子過得 幼稚 甜蜜得很 高明他就曾經這樣形容過 要訓練成為一個國際舞台上的運動員 刻苦練習是沒有任何捷徑的 我曾經看過他們在練這個跳水 跳水在陸地上的時候 他們跟體操很像 不斷地在這個彈跳床上面跳 你要垂直地這樣跳跳跳跳 一個動作 你可能一天兩天 一個課程下來 就是要做這個很簡單的動作 然後翻滾 在中國大陸也好 在很多當時還比較低收入的國家也好 一個是念書 一個就是作為運動員 那是你翻轉人生的一個途徑 那在那個時代 在90年代的時候 中國大陸那時候 大概就有三千多所的跳水的訓練學校 從各級省到地方到省到中央 一層一層的篩選 當你如果能夠被更上一層的挑選走的時候 你在這個訓練學校裡面的時數都是免費的 但是這個路程你是要自己負擔的 那一旦你進入到了北京 那你就等於是到了漢寧院一樣 那可是這段路程你是要路費的 那所以很多的家長 他們跟地方政府為了鼓勵這個孩子 有機會進入到漢寧院去 到中央的殿堂去 他們是砸鍋賣鐵 也要把這個孩子送去 因為他知道你只有去了那個地方 你才有可能翻轉你的人生 那問一下為止 訓練運動員好像都有各種不同的門派跟說法 可是其實基礎還是很重要對不對 剛剛我們像這個世聰也好 講到北韓 前往講到了這個俄羅斯 前所講到的是中國大陸 我們剛剛就一卡路不是講棒球嗎 那古巴棒球當然這幾年 因為職業的球員加入之後 他們當然在國際成績有點受影響 不過我記得幾年前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的教練有講了一個觀念 我覺得這個觀念很適合我們現在 你剛剛不是提到俄羅斯教練 他是一個叫做心靈導師 古巴教練就是這樣 他們曾經講一句話 我們說他們說他們贏球 輸球不檢討 贏球才檢討 這個話在我們交棒球 或者是打棒球 像中華隊長輸一定是關心門來大家 當然要檢討 當然要檢討 不過古巴球為什麼說贏球才檢討 輸球不檢討 你對他們說我們輸球幹嘛檢討 因為球員他知道這個球就是他失誤的 他跑壘失誤了 他傳球失誤了 他被刺殺了 他很清楚 不要再講了 你知道嗎 我們球員會產生那種關鍵的失誤 就是平時的練習不夠紮實 好 再加上心理 他就很有信心了 很有confidence 所以古巴球玩這種 然後第二個 他們很喜歡來台灣比賽 我們這邊世大運說的是 人家說吃魚也吃肉 吃腳也吃肉 風車又不用洗碗 好損又不會掛 就是來台灣 尤其古巴最喜歡來台灣 我們辦那個洲際盃的比賽 世界盃比賽 什麼那個經典賽的友誼賽 他們來台中 他們來台中你知道嗎 他們都有帶古巴雪茄來台灣 就賣雪茄 雪茄賣完之後 他們連衣服也賣 他比賽之後這個紅色閃電衣服 一定是賣給我們的 我們的球迷店會收集他們 我們現在收集世界各國的球衣 所以他身上已經有一兩千塊美金 三四千塊美金 可以買台灣的所有東西 再拿回古巴賣 所以他們就要來台灣 台灣接待他們 還做得很好 他喜歡買台灣的什麼 比如說更誇張 還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鞋子 那個襪子的小事 我們那個以前 Pastano跟當家普手 把那個車子的鋁合金鋼圈 四個連鋼圈 把它買起來 叫放學說空運回他們的古巴 因為他進入我們那個 汽車百貨店 那個爐入 Amazing 台灣的這麼好 因為古巴沒有這些東西 小孩進入玩具環陡城的感覺 他身上已經有三四萬塊台幣 還有棒球的用品 我們台灣的棒球手套 打擊的手套 或者是我們棒球用具 都很便宜 而且台灣又多 他們很喜歡買這些東西 會古巴 而且你知道說 希望讓世界看見台灣 其實我覺得這次的 世大運各國的宣傳手法 非常值得我們參考 比如說荷蘭 荷蘭很厲害 那個荷蘭水球隊 讓女生都瘋掉了 因為是在顏值太高太高了 我們待會兒來看一下 我們必須佩服荷蘭觀光局 這次的創意 他們主動發照片 然後經營社群媒體的Facebook 讓全台灣女人都瘋掉 真的非常厲害 我們照說事實上 在世大運開幕之前 售票率非常糟糕 結果沒想到 突然來了一個神救援 神救援是什麼 就是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的話 這張照片是荷蘭貿易技投資辦事處 他在網路上PO了一張照片 PO了照片 這張照片是在幹什麼 他介紹荷蘭的水球隊 荷蘭水球隊 他就PO了這張照片出來之後 大家看了說 怎麼有這麼帥 組合這麼棒的帥哥陣容 你看每一個帥哥你看 穿著這個三角褲 當然是 因為他們是水球隊 在游泳的時候 只穿著這個泳褲 包括每一個人你看 因為在游泳比賽水球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肌肉練得非常的棒 包括胸肌的線條 腹肌的線條 還有女生最風靡的人魚線 看得一清而楚 結果你知道 這個照片一PO出來之後 很多女生在網路上就是暴動 他說什麼 女生就說什麼 我40也要搶到票 清空荷包也要去 然後他搶什麼 水岸第一排 大家都準備都要去 但是結果 沒想到這個河南水球隊 風靡了之後 英國水球隊也PO了一張 他說哪有 我們比他還延遲更高 大家都輪流PO 而且我們還是講英國槍 對 沒錯 大家都輪流PO 結果你知道 河南半次數還不只PO這一張 他把他們訓練的過程 還PO在網路上面 有影片 然後還有他們休息的狀況 他說如果他們按讚的次數越多 他們PO更多照片出來 聽說什麼按讚破案 他會給正面全裸 因為他們有一張是選手休息的時候 都躺在水池裡面 然後每一個都是背面 他說如果你按讚超過一萬個的話 我們全部都翻過來給大家看 結果大家都馬上就會PO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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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知道現在大家已經瘋迷了 那你知道荷蘭隊的水球 在比賽的時候 你知道都是滿長 因為票這樣一下去之後 整個水球 因為台灣也沒什麼在看 水球的票居然一路上揚 所以其實我們賣票靠的是 來參賽的隊伍的 這其實自我宣傳 而且你知道嗎 聽說荷蘭隊的比賽裡面的話 拿這個荷蘭國旗幫他加油 台灣女生非常多 也難是他們的主場 他們想居然是 在台灣好像主場的感覺 然後很多台灣人就說 天啊 明年會不會我們很多 台灣女生到去荷蘭 參加好友的婚禮 有可能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行銷 但我覺得韓國很笨 他應該要拿這一張有沒有 先在比賽之前先PO出來 我相信拿韓國國旗的 因為不會是韓國大嗎 但另外一張就不要了 另外一張不適合 兒童不宜這樣 我覺得這一張 應該也不輸韓國 雪球隊的身材 是 是 是 真的 這個宣傳真的很厲害 OK 而且你知道嗎 台灣其實這些 就辦了世大運 讓我們知道說 球員的價值 真的沒有職位國爭光而已 他其實後面是有非常多的商業 可以操作的對不對 對 沒有錯 因為我們現在身價最高的球員 應該就是在 現在在美國職棒大聯盟 在陳偉英的 那陳偉英我們知道 他說他在美國職棒之前 也帶過日本的職棒 他也寫下日本職棒 單季最低防禦力的紀錄 所以他也是一個 很有實力的球員 那重點是什麼 他本身身價 你知道變化有多少嗎 在2004年的時候 他加盟日本職棒中日龍隊 那個時候他簽約金 折合台幣是2900萬 然後他的年薪是376萬台幣 可是你知道嗎 當他到2012年到美國 去打職棒的時候 他加盟在美國職棒的 精英隊的時候 他三年的合約是3.4億台幣 也就是一年就是1.1億台幣 你知道這個金額比當初2004年的時候 8年的時間 他的身價增加多少 增加29倍 然後到了2016年 因為去年他簽的合約 也讓大家嚇一跳 因為是5年8千萬美金的合約 折合台幣將近是27億 27億你這算下來等於是多少 5年27億等於是一年5億多 這個數字 如果你在跟他204年的時候比較 這增加多少 增加大概是132倍 這只有簽約金 對 還有代言費 代言費又是另外一塊 因為他代言費成長也非常驚人 為什麼 在2013年的時候 陳偉英那時候代言愛奇華的手錶 他的代言費是兩年900萬 所以一年你算下來是450萬 可是你知道嗎 他到了2015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幫台九的玉山大區去做代言 那時候台九董事長說 簽約金是多少 不能透露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是8位數 8位數就已經是多少 就是千萬的身價了 所以你從陳偉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的身價成長很多 從450萬到千萬 而且他代言還非常的多 因為我們看到他的代言 你看2015年的時候是 他除了當台九之外 也幫華航的那個豪華經濟艙做代言 然後2016年的時候 幫3M的洗面乳做代言 到今年的時候 你看他今年雖然說 他好像受傷在休養中 可是他今年還是有代言費 他今年光是代言那個PS4的 那個MLB的那個遊戲 也幫他賺進很豐厚的代言費的收入 所以除了他之外還有其他人對不對 對可以看到其實長到養帶綱 這也是一個目前在日子 非常活躍的一名選手 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當年在福岡第一高校畢業之後 他長得有種憨的感覺 但其實他還蠻帥的 你知道嗎 其實很多日本女性球迷 也很喜歡他 他一開始 其實他一開始在07年 加入到日本火腿之後 他那時候第一年年薪 就一千萬日圓 他會娶日本女孩嗎 他會娶日本女孩嗎 他會娶日本女孩 他娶日本女孩 他的老婆是台灣人 他就是台灣人 對對對 但後來的時候其實他在 因為當時他是福岡軟營 跟日本火腿第一指名的選手 但是後來因為火腿隊取得這個交涉權 因為當時其實他就有具備明星球員的水準 怎麼說呢 因為他是俗稱日本的三拍子球員 跑打手 這三個都非常的好 而且他的長相又蠻帥的對不對 蠻吸引到很多人 他後來也拿到了倒壘王 所以他後來在火腿隊的時候 表現一直很出色 所以在2014年的時候 他簽下了一個高薪合約 當時年薪生剩下了一億八千萬的日幣 那後來呢 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火腿隊選擇政策改變 他不要 可能他未來的他想要年輕化 所以他不願意跟楊代剛 蓄這麼高的薪水 巨人隊趁機出手了 哇這個五年二十二點五億日元 六億多台幣 六億多台幣相當高 而且當時喔 不只是只有這個巨人隊出手 包含像是C5隊 或是像歐利市 甚至像樂天 他們都是出非常非常高的價碼 但是其實那時候楊代剛 他還是選擇留在東京 因為我覺得東京的效用更好 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台灣人現在連航新旗 到東京非常非常地方便 我靠楊代剛 他以前在火腿隊就出便當了 現在我要到 可能去看楊代剛 我可能坐個飛機三個多小時 我就可以直接到東京去看 所以不管是楊大雅本人 自己的曝光度 跟球團在政策上的一些考量 我相信到東京奴賣巨人 其實他是可以 給他在北海道來得更方便 我們就講飛機來講好了 我飛到北海道 不管是這個價錢 還是這個時間 還是這個整個花下來的成本 是比東京來得更大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到了 這個獨漫巨人 雖然說一開始受傷 但他現在表現越來越好 隨著他的表現 越來越加溫這樣子 林子偉呢 這個剛剛提到了 因為日本職棒 美國職棒 叫金山銀山 知道你去拚 剛剛提到楊代剛 那早就是億萬富豪 林子偉在2010年 那時候高一的時候 在這個所謂當時叫IBAF 那時候輕棒賽 他就拿到五項大獎 剛才講三拍子 那是刨打手 他是五拍子 五拍子 我們講長打能力 打擊力 還有刨壘速度 長傳能力 還有手背的一個穩定度 那麼他還有一個叫做一個選球能力 等於是六拍子到七拍子的球員 那麼他拿到了205萬的簽約金 還有4萬塊的獎學金 這個簽約金僅次於曹錦輝 他當時在高一 他才高中 那時候高一的時候 楊基隊就要簽下他 當時我們這幾天 因為我跟余政縣縣長 他是我馮曉學長 他後來才跟媒體講說 其實是當時用一個策略 因為他家裡頭 2009年他家裡頭 發生那個爸爸風災 家裡很散車 爛馬車 他們爸爸媽媽在我們台中吃頭 然後2010年有機會簽的時候 為什麼不簽 35萬就1000萬台幣 跟他說你還懂 因為你的條件不只如此 而且當時跟他講 如果你簽的話會害了 高院工商的球隊參賽資格 後來再等兩年到了高山的時候 哇 紅號隊看到不得了 更成熟了 接近這個所謂美國講 五拍子的一個成熟度 簽下了就是這個 將近209萬的這個 僅次於曹錦輝 還比王建民高 那當然這小聯盟 所以前兩年漲四倍 好 因為講起來 他身高才172公分 體重 體重不到大概75公斤 就是我的身材而已 能夠在6月25號 登上大聯盟 從2A直登大聯盟 第一場比賽還帶手 後來他集出安打的時候 第一支安打 就是初登板就安打了 當然很可惜 而且他比賽的時候 他把他的握把 那個球棒後面 他的教練 就是他的帆益間那個教練 幫他貼了一個 中華民國國旗在底下 他說他是來自台灣的 不能夠忘記 另外他提到說 因為小聯盟很辛苦 為什麼美國吧 3A以下跟大聯盟的層級 他們的落差很大 大聯盟專屬飛機 住五六星級飯店 年稀那麼多錢 你才有往上拚的動力 小聯盟1000塊以下很多 以前胡錦榮講 以前他們搭8個90 8個小時 9個小時去打比賽 搭以前像國光號那種車子有沒有 一上車子 對 就那種巴士 一上車子站最後面一排 要嘛就站中央走道 幹什麼 躺著睡 所以小聯盟的比賽來講 對他們來講 而且他這次裡面 9月份在擴編 他是40個名單 會再上來 不過不管他在哪裡 他現在練成工具的角色 有機會可能會被交易 因為紅襪對現在目前的好手太多 林志偉他的守備能力相當的好 打擊穩定度更高 以後有機會 他最大的資產在這裡 而且才當爸爸 23歲 快當爸爸 快當爸爸了 對不對 才23歲 那戴姿穎呢 戴姿穎 你看他這個整個的蛻變 在2015年之前 戴姿穎因為他的體重 再加上他容易受傷 所以他比賽場上是比較容易失誤 所以在2015年之前 戴姿穎的比賽 常常打到4強或8強就終止了 可是2016年對戴姿穎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轉變期 他在國訓中心的監督之下 第一個瘦身 他獎了6公斤 那他最近有個廣告就是 我減了6公斤 讓球後世界第一 我拿到了世界第一 這是他最近的一個廣告的slogan 在2016年他除了減重之外 他也在國訓中心的幫助之下 開始做他的重量訓練 他的重量訓練分成了比賽期間跟比賽期 比賽期間他是增加的爆發力 比賽非比賽期是增加他的這個肌耐力 那麼再接下來就是他的核心肌群的訓練 所以我們現在在畫面上看到 戴姿穎他這個下腰的動作 他的揮拍的動作 就是因為他的核心肌群加強了之後 包括了他的腳步跟他的回拍的準確度 現在你再去看戴姿穎的比賽 他真的是在談笑用兵之間 跟對手在進行交手 因為就是這經過了16年 他整個的改造之後 在國訓中心運動科技小組的幫忙之下 他現在登上了世界排名第一 已經是連續39週世界排名第一 而且這個獎金已經是拿到了800多萬元 當然羽球的規模比較小了 但是無論如何 戴姿穎現在的揮拍 跟他的移動速度 真的在運動場上 現在要打敗他太難了 是 而且真的想不到一個 世大運凝結的這個全台灣的這個感情 對不對 大家突然覺得有個重點要可以關注 尤其是我們的選手不斷的創造這個佳績 連那個開幕式都有好多的精彩的那個亮點 我到昨天吧 我才知道說原來那個聖火那個 他練了很多次 我以為他就是一次就 所有的完美都是不斷的練習 待會兒來告訴你他是怎麼做到的 好 世聰 這個漂亮 我們看到說這個聖火點燃的儀式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這是別出心裁的設計 尤其是由陳金鋒過去台灣的 不動第四棒或是台灣的風炮來打這個球 非常的令人覺得說這個就是他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這一次的 陳金鋒在練習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看他從這個上舞台 在這個短短的幾十公尺 幾秒鐘的時間 陳金鋒說他在前幾天的時候 練了好久 甚至是還彩排了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他就說他在彩排的過程中間 他常常不斷的跟這個工作人員說 我為什麼要做得更好的 我一定把它做得更好 要改進什麼 我一定盡量把它改進 工作人員就問他說 你已經練了一個多小時 你累不累 辛不辛苦 他說我一點也不辛苦 這是國家大事 我一定要想辦法 盡善盡美把它做到最好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的精神 尤其是大家想要陳金鋒的話 過去我們每一個看台灣棒球的人 心目中都有一個陳金鋒 而且都有一個陳金鋒的時刻會出現 譬如我們講一個例子 譬如說現在2001年的時候 台灣這個棒球 在台灣舉辦的四棒 世界棒球的這個大賽的時候 台灣那一次拿到第三名 拿到第三名的時候 有兩個英雄人物 一個當然就是陳金鋒 他對日本隊的時候 打出的幾乎就是 全場的這個所謂的打點 都是他包辦棒打日本隊 那一次拿到第三名 他是最重要的 包括說這幾年來 他打過多少成名的選手 包括普戰號 松阪大福 還有這個打比修友 全部都被他打過 所以他真的就是一個人 雖然中華隊整體成績不好 但是他一個人給我們太多太多 沒辦法抹滅的回憶 包括說他是台灣第一個 登上大聯盟的選手 但是我覺得他不只是成績非常好 我覺得他的個性 我覺得我更是讓他更是佩服 譬如說前一陣子 不是有一個政治人物批評他說 他英文不好嗎 他到時候他的回應是什麼 我會把我的兒子 英文把他教好